小年夜晚会固然精彩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网友关注到央视的补满千万家活动 该活动由电影频道特别推出 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写福送福 旨在展现美好生活的浓浓年味和中国故事的暖板烟火器 将热成的新春祝福与美好的青年愿望送至千家万户 共享美好生活 1月11至2月5日每天都有创新 每天都会看到新的面孔新的惊喜 宋夫嘉宾包含王兴玲 黄艺婆 魏晨 吴月 武士贤 孝桂云 肖战 行妃 杨又宁 杨子 易杨千玺 张军宁 张蓝星 张亦凡 张若南 张紫怡 赵丽颖 甄子丹 郑凯 周笔畅 周杰琼 周琦 周迅 周宇通等文艺界 电影界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文艺大家 超百位知名人士亮相 跟随央视的脚步 既可以听到知名人士送出的新年祝福 也能够知晓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比如吴月首写福字并祝愿中国电影越来越强 票房越来越高 王赫帝分享春节记忆 吃年月饭 看春晚 熬大夜首飞 放鞭炮一样不落 注重仪式感 老艺术家王铁城首写金服诀了 金服到宁家 病毒全没了 金服在宁身 力量振潜坤 愿金服永远伴随着您和您的家人 幸福安康 刘静老师先是写了金玉满堂 随后写了福字送上诚挚的祝福 青年演员肖战也写了福字 摄爱绘画的他非常有创意 他不是单纯的写字 而是有所创新把兔元素融合进去 其实肖战粉丝也经常把他比作兔子 偶尔称呼他为有钱哥哥 没想到这次肖战竟然会把他们融合起来 认真做话 大家好 我是演员肖战 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兔年大吉 前途四景 大展宏图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 在这里也想象各行各业 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们说一身辛苦了 祝愿你们在新的一年平安健康 万事顺遂 不诸所料 视频紧接着冲上热搜 话题阅读两破千万 肖战送福给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讨论度飙升 这波站在大气层 迪丽热巴则对着照片画了一只兔子 并祝大家2023年复年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事业顺利 血业有成 除了写福字 赵丽颖 养子 范晨晨本人还录制VCR谈及幸福 赵丽颖觉得幸福就是有闷想有希望 平安健康 养子认为幸福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也是不断前行的动力 范晨晨晨幸福就是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都平安健康 活动形式多样 热度火爆 热意度高 每个人都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呢 谈谈你的看法吧